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的部長 總長 各位政府關聯 工作同仁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請部長一下 江偉你好 佛長 是,辛苦了 謝謝 以前我有提過 我現在還想再提 就是關於我們的 反啟事儲分金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看到 當時我看到這個 反啟事儲分金 就是 有的這個 縣市非常多 有的縣市沒有 那麼在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也給這種這個 反啟事儲分的 這個 這個 等於是一個 當事人 給他一個選擇的機會 他是要給這個公益 要國庫 要地方政府 我想來想去 這是很奇怪的規定 這是 反啟事 他本來就是有 有罪了 他是因為我們在這個 目前的監獄 爆滿了這種情況之下 然後又是 在某種情況下 希望他能夠 不要到監獄裡面 去染得更黑 所以我們希望用這個 反啟事儲分金的這種 請 反啟事儲分的這種情形 來 給他一種這個 對社會的交代 那我想這種 反啟事儲分 其實 講起來 也有好也有壞 反啟事儲分 你給他講說他有錢 他就可以 反啟事 他沒有錢 他就不能反啟事 這個對 當事人也是不公平的 說實在的這種 這個情形 只有正的 也有負的 那我現在所講的 就是說 關於這種反啟事儲分 我們給這種 這個當事人去選擇說 你是國庫 你是地方的這種 這個公共 這個地方政府 或者是你是這種 這個公益團體 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認為啦 因為現在這種 這個情形 選擇以後 道成我們現在的公益團體 很多 他是 不當的 或者是有 難忘的這種這個情況 我們現在 還沒有辦法去把他這個 其實掉 還是給他這種這個補助 這樣的一個情形 就是講說 我們這個 這個公益團體 他是一個民間的 比較多 那現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也看似說 檢查室 在這種這個 情況之下 他也有他的這種 這個盲點的這個地方啊 有過世的這種這個情形啊 所以我在上次就一直講過說 當然 一個法律要修正 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我是認為說 像上次我們所謂這種這個 環奇斯儲吻金啊 我就認為說 你應該 要給我們的被害人補賞 法裡面的 被害人補賞的這種 這個 這個人啊 他的一種這個補賞金 那當然後來 有已經進去了 我我我我一直要推動這個情形嘛 因為你對被害人啊 你要多於照顧的這種 這個情形嘛 對不對 那在座金來講 當然是有一部分啊 現在是 編列到這種這個被害人 啊這個保護法裡面 當委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這種補賞金的這種情形 但是我們會看到說啊 這個 根據現在目前的情形 九十年到九十九年 一共有這個五十四億啊 一共有五十四億 那麼公益團體的部分啊 有三十四億啊 佔了百分之六十四點 六十四點這個三三啊 很多人他當然說 啊我交給公益團體比較好啊 我不要交給這種 這個國庫啊 不要交給這個地方政府啊 啊好像我是善心啊 我過年是認為說 像這種 這種這個 這個反啟式儲吻金啊 或者是 所以我們所講這個 論在協商啊 啊這種這個 這種 這種判決的這種這個金額 應該有更好的一種這個 氣質啦 現在你可看到很多的地方有 有這種反啟式儲吻金的 他可能就是 弄的時候可能有發生的 過失的情形 啊其實在很多的情形 也有人講說啊 我們在地方 檢察署啊去辦這個所謂助享活動的時候啊 用很多這個錢 都是用傳啟式儲吻金的 我想這個 這個部長你可以查查看是不是這樣這種情形 因此啊我我個人是齁 以前是認為說 應該是齁一部分 給這個所謂檢察室齁 他去做他的 一些的這種 啊公益的這種 這個情形是很好的 但我現在想一想啊應該是不對 應該說應該是要把這個所有的交給這個 國庫 那是他是 就是專管要中用 這個你就是要給這個公益的嘛 對不對 就全部給公益或是什麼 你設定幾個 就分配資金就好了 不要給我們的檢察室啊 第一個他不是財經的人員啊 第二個他沒有這個管理的這種這個 這樣的一個知識啊 你叫他來做啊 害他啊 真的這種情形 所以我以前已經講過 只是 把這個所謂一部分交給這種這個 表演 這種這個犯罪補償法裡面啊 去做這種這個一部分的這種 補償金以外 其他都沒有動啊 是部長我 請求你啦 齁 這個應該回去要 要檢討啦 好不好 那有的人他很多的環奇思辭文啊 他錢金額幾十億啊 有的像那小地方的話 他一千萬都沒有啊 這哪裡有公平也沒有公平啊 是不是 所以我想說這個錢 應該是屬於他的給 一個公的這種這個一個一個金額 我們就給國庫 然後國庫就 不是把它收起來好了 看多少的比例 那你就分出來給過 過個這種這個檢察室 或者說你自己去請人家來 檢察室就不要盡管啦 就是由 什麼人來來申請 這個當然是可以 細目我們可以去檢討的 所以這個是我想 先跟部長齁 做個報告 這部分齁 江偉應該也知道啊 環奇思辭處分間 照行事司法規定呢 不是檢察官可以自己 就決定 他還要 經過被告的同意 我們可以來改啊 這個是人 所以 以前改的 他以前是什麼想我不曉 我就不贊成啊 我以為提案把它改掉啊 是 所以我們認為值得檢討 對啊 這個什麼 被害人還給他這個選擇 幹什麼幹什麼的 我以前想起來還沒有這麼氣啊 現在想起來越想越氣 他是犯罪被害人 他是犯罪 犯罪了這個生意人 已經是 等於說他是有罪的 不是沒有罪的這種情形 還在他選擇說 我給公益 我給地方政府 我給國庫 算什麼嘛 這個 不必啦 不要對他們那麼仁慈的這種情形 給他喔 有一個機會說 不要到建議裡面去 然後好好去回饋給受惠 那就好了嘛 對不對 他已經付出了這個金額就好了 不必再去講那麼多嘛 好不好 部長 這個檢討一下啦 但是行事之後 我們檢討來他改嘛 行事之後 算主政的 我們可以跟他建議啦 對啦 但是我們法務部沒有辦法去修 像他給這種 什麼這種這個公益團體 什麼這個就是 檢察署在弄的嘛 他在分配的嘛 這個就不要去交到國庫去了嘛 對不對 你先一步一步來嘛 要求40%要繳國庫 有啦 有國庫我曉得啦 有國庫啦 第一個就是公益嘛 第二個是國庫 第二個是地方政府嘛 是這樣的情形 那給地方政府更好 地方政府就苦哈哈的 然後你給什麼公益團體 那個地方政府去做事情也很好嘛 對不對 給地方有一個機會 來幫助這些可憐的人 應該是這樣的情形比較好嘛 好不好 這個是第一個 跟這個 部長這個報告 我們來 共同來努力 來檢討啦 那第二個我是想 跟這個部長報告就是說 我上次也講到說 你們現在 因為要受注這種這個 政府的這個律師嘛 今天也有我在其他地方 這個 這個職刑的時候 有人 跟他講說 你應該是 這個EKC律師啊 來表示一件 你什麼亂訂 裡面都亂七八糟的 他 他的法規會 做不了什麼事情嘛 你外包 給別人 他這不是他 沒有痛癢的情形 所以他也做不好 所以政府的律師是有這個必要的啦 但是我現在是講說 用這種這個律師 來建立這個公務員 適當不適當 我們最曉得這個律師 他在這種這個 這個我們比如說我們當一個立法委員 他還會去 還會去做這種這個律師的工作呢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部長 現在我們是 放寬啦 就是 公務員 公務員裡面 具有律師資格的 如果 他本機關 射送的時候 他可以登錄 可以 就有他機關的案件 你 你就是 像是 這個政府 輔助 登錄起來嘛 然後就是 來給他 比方是給他一些錢嘛 這其實我在回國的時候 我就在 在推動是所謂家庭律師啊 就像跟這個家庭律師一樣啊 非常重要 因為你一個月給他一百塊 或者五十塊 那到時候他會給你提供很多的這個法律的諮詢嘛 非常好啊 但是 我跟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我忘記了 一個重申的什麼 也很中興大學的這個教授的 推動不了啊 就沒有辦法 沒有就算了 我們現在是朝這個方向在努力 對啊 那這種情形 你要非常小心 你這樣講話 那會計師 跟這個建律師 他可不可以建律師 建這個政府官員 他是政府的公務員 不是 他已經是政府的官員了 啊 我說律師這個啊 他本身就是 原來是這個機關裡面法制人員 而且有律師 製造 有這樣的資格 我就是說你放寬 他這個 他本身就是有 前職是公務員嘛 對不對 這還講得夠確 你說這個律師他當公務員 還兼任的 哪有什麼兼任的公務員 沒有啊 不是這個意思 他本身已經是公務員 但是他又有律師 製造了 那我們放寬 他可以 給他登錄 然後就他本機關的案件 由他來 提起訴訟 我們是只這樣放寬這一部分而已 對啦我想這個齁 他去執行這個 做一個法律執行 這個可以啊 不要拿錢啦 不能拿錢啦 那就沒有問題啦 拿錢就不行啦 但是我想這個很多事情齁 我們其實對律師有時候要更嚴股了 說實在的 我們律師很多的根本就是 很多都是亂來的這種情景 律師一大堆啊 對不對 我們不怕說什麼事情 律師也一樣啊 好好的做事情 你是為了順章公義 你是在野的法曹 要好好的管事他啊 都沒有在管事啊 這個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看到很多這種 律師啊可能是擔任這個 所謂仲裁員 我這次仲裁我最最氣憤了 三個人仲裁 一個我一個你一個 就像我們吃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 張一哨一樣 你一口我一口 吃了變成這個小兩口 就變成這樣嘛 對不對 這個律師啊 我們是認為說 他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應該對他 要有更好更嚴股的 一種這個 一個規範啦 不是說要怎麼樣 要有規範啦 好不好 不能說他當律師什麼都會做 這個還多了這種這個情形 好不好 我時間到了 啊沒有啦 拜託你啦 靠兩分靠兩秒 另外這就是說 我另外一個給部長報告 這是我自己看法啦 我不知道啦 我看你裡面的報告 那個啊 這個以前 那個王部長開始就是這樣 你一記全民共識 初步廢止這個死刑 我們台灣沒有說要廢止死刑 那是以前王部長講的 那我現在應該去把它改成這樣說 死刑要會死活 應該以這個全民的共識來決定 不是 你那個方向就是 我一定要會死死刑 不一定啊 為什麼一定要會死死刑 我們台灣現在這種 這麼多人 我們要非常的認真 不要有這種妄法的情形 但是不能夠說 我們沒有死刑 沒有死刑 我們台灣還能夠生死人下去 跑到一大堆 都是很多人都是這樣這種情形 你會會死他嗎 我們 贊成那個江委員的高見 一定要有全民多數 贊同 會死死刑 我們法務部才會推出 會死死刑的政策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那個自言 不要你好像是 已經導致說要會死死刑 最起碼我現在就是 反對死刑的 我上次跟那個王 王部長跟他講說 你不能你沒有那個 前例說你要會死死刑 你是人權利是也是一樣啊 這會是就你剛剛所講的 民意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就以民意為止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是應該 以民意來決定 前民的這種這個來決定 不是說誰在決定的 好不好 也不是王國部可以決定的 對不對 好 另外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我們這個主席 又站起來了 我另外就是有一個 要來跟這個所謂 部長你回去 那個行政執行署的有沒有在 來 來 市長 市長 你現在這一路 我站在旁邊 就沒見到我 你讓我們主席 別大 有 謝謝喔 我想要請問就是說 你現在齁 有用這個很多那個派錢的人員 對不對 這個派錢的人員齁 你要想著 現在我們政府是 很多都政府在弄著 我們希望說 是不是派錢齁 你一定要 把這個派錢法齁 弄好以後 我們才能夠去做 這些派錢被派錢的人員 這是齁 異哭無裂啊,真的 就這一部分其實有關派遣人員的相關依據法律不是法務部在處理 不過我們非常審慎的運用派遣的人力 現在你看老委會裡面對這個派遣被慰還的罵得要命 跟委員報告,其實在行政執行所屬各處的派遣人力 我跟我們各處的同仁都非常重視這些派遣人力應有的權益跟他們的鼓勵保障 就是說你現在派遣法還沒有修通過 你要怎麼保障他都很少可能性的這種情形 所以你要順重,派遣不是不好 那現在就是違反勞動基尊法的情形 就把他這種很多是正規的就變成一個 我給你派遣什麼都變成一個臨時的 這樣變成這樣的情形 這個當然有時候是有他的需要性 但是你要看他的這種這個工作是什麼樣的情況 像委員報告,因為我們的編制的人力非常非常的欠缺 所以有很多輔助性的工作 因為這裡面有講到說,你這些派遣人力都在執行這個行政執行的業務處理 不是行政服務 我照規定我們不讓派遣人力執行業務 你要跟我們預算中心講一下 這個他講的是這樣執行嗎 我們只做輔助性的例如說有關傳小通知的幫忙扇寫 或者說去磨瘋 還有就是全國的這種這個檢查室裡面的這些試劑官一定要給他 你有沒有給他再交易啊 我們對於人員的訓練 像上次一個試劑官 貨罪了還在那邊 你沒有看到那個醜態的這種情形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對於人員的訓練是非常重視 而且要求各處一定要每年一定要舉辦相當的嘗試 那個再交易品德交易也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認為說在行政執行的時候 這個試劑官都很刁難的這種情形 當然不是很多啦 我剛才想總的修正一下 有部分的人是這樣這種情形 少數啦 不是部分人員 部分人員 謝謝委員 我們會特別注意 好不好這個試劑官要了解到這個他的品德等等的情形 好不好 謝謝委員